hih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那今天在這個地方 大家看到這兩位呢 就知道我今天的好奇機器呢 我們要來跟台通一起錄Podcast 嗨 歡迎來到台灣通情第一品牌 我是李一神 我是張嘉倫 哈囉 我是志祺 志祺是誰 志祺算是有名的人嗎 不算 還沒有很有名 只有志祺兩個字的話 對 志祺七七大家比較熟悉嗎 有可能 對 跟 簡介一下 我先跟大家簡介我所知的好了 好 志祺七七呢 最常被人家講的就是 她是個假中立的 沒錯 沒錯 不沾鍋 到處趁 你最常被批評 我們講批評 因為讚美你的不少嘛 對不對 那批評你的人肯定也不少 對啊 一定很多啦 批評的比較 批評應該比較多吧 我也不覺得 批評比較多嗎 我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實際比較過 但我相信其實很多啊 可能像講說 很愛蹭嘛 然後說很加通力嘛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就是 那個都賺政府的錢嘛 大概就這樣 這一種 OKOK 就三種了 理解 因為我最近也都有接政府的業配 大概也會不會講這個 難怪你想要找他太廖 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前輩 好啊我們介紹一下你的頻道在幹嘛的 OK我們是一個YouTube頻道 那我們大部分的時間呢 其實就在聊一些社會議題 然後社會議題以外 也聊很多可能是心理上面的事情啊 或者是一些哲學上面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就是你可能提供了一個社會議題 然後你會再提供一下你的觀點 沒錯 然後有的時候也會聊一些心理跟哲學的東西 對對對 為什麼會是心理跟哲學啊 其實主要是因為現在其實青少年遇到的問題 很多都是心理的 包含我們自己啦 也都有很多心理問題 所以那些心理問題的人 有的時候 大家會有一種孤獨感 或者是覺得說 自己好像 好像只有我自己這樣子 那他就有點像是一個社會上面的那種私生者 他們沒有辦法去發聲 所以我們就會去做一些議題 來幫他們就了解一下 所以這是你原先創立這個頻道的時候 就有設想過的事情 對 我們其實整個 應該說整個圖文不符簡訊設計 我們都有一個這個價值在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幫一些 他們沒有辦法發聲的人 可以就講述他們的聲音這樣子 哦 對 所以一開始就設定好 對 這是一開始就設定好 就是當邊緣人的朋友 對對對 對對對 沒錯 對 那你最早做這件事情是以 啊 這個應該是這樣說好了 你是從圖文不符開始嗎 對 圖文不符是一個懶人包啦 就是 其實我們背後是一個設計公司 但是設計公司 背後也是你吧 對 也是我啊 哈哈 對對對 我想說啊 這個品牌背後 全部都是你嗎 都是我 自己的背後是自己 對 全部都是你 你被你自己操控 沒錯 對啊 好 就是一個設計公司 那一開始其實設計公司 都會有一些多餘的產能 然後我們就講說 這些多餘的產能 我們那時候在做這種懶人包相關的東西 你講話很好聽 應該是 就榮元嗎 哈哈 那時候榮元就我自己啊 當然要講好聽一點 哦 所以你等一下要講 我會這樣做設計啊 難怪你出來做自欺欺欺的 沒錯 就是因為我是榮了 然後知道 你不產生你的產能 你好像廢物啊 那就趕快出來做自欺欺好了 原來如此 好啊 我們回到圖文部分 你說做懶人包 對 一開始我們是做懶人包 所以很多人會認識我們 就是從資訊設計 懶人包開始 那我們就想說這個東西 你做很多衛教資訊啊 做很多政府的政策的溝通 其實更多人在意的事情 其實是那種社會議題的討論 所以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 在做社會議題的討論 然後把那種 很複雜的一件事情爆發了之後 我們就告訴大家說 這件事情其實怎麼樣 你有拿幾個是 你自認為很成功的例子 自認為很成功 之前在小農炮事件的時候 我們有做一個叫做 捷運隨機 症結的時候 症結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叫做 捷運隨機殺人的一個 防身術的懶人包 但他其實最後在討論 都是社會安全網的事情 我們把前面在講說 你可以怎麼防啊 例如說用雨傘 用包包擋 但後面其實在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其實整個社會應該一起去支持這些人 然後那個在那個時候 就獲得了一小部分的轉載 而後來在小通炮事件發生之後 因為其實同樣都是 社會安全網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又再得到了一個 很大量的一個傳算跟溝通 我覺得是對社會是有一點點幫助 對 那當然像這種 以台通的說法 我們會覺得這是敏感議題 像我啦 我個人 我跟張倫都不太敢碰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專業論述不夠 那像我覺得剛才你講這個 你從防身術講到社會安全網 我本身是認同社會安全網這個概念的 可是我覺得這概念很難解釋 對 對 因為很多人會拿這個來酸 就某些 比如說說幹來啊 又怪給社會安全網 對 你搶錢也社會安全網 全部都講社會結構叫 對 你殺人也社會安全網 可是其實我很討厭 他們這種簡化標籤 我超好 其實本身都有很多個面相 然後我們只是去講說 有一個面相 其實這樣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因為其實在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無力啊 對 其實大部分是很無力 你需要讓他們有一個 就是跳脫的空間嗎 那這時候社會安全網 當然是一個好的策略 每個人都可以有點行動 那有何不合呢 對 所以你的 其實你的心態是說 我提供一個覺得可行的方法 給大家參考看看 對 給大家聊聊看 很多批評者討厭的地方 是來自於 他把你這個建議 貼成正確答案 對 我們不在講正確答案 一直都是在講說 其實有一個面相想法 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那要不要take 可能是你的事情 你可以不爽 你可以爽都好 可是你沒有說 你提供了一個正確答案給大家 但是不要忘記 還有這件事情 對 我們通常都是講說 有一個研究 他發現了什麼樣子的東西 那就我們剛好看到這個資訊 也給大家看一看 聽起來跟 有時候會跟怪奇事務所 有點像 其實我剛剛一直想到這件事 因為你說你們原本是設計公司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的資訊 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其實都是 有的時候透過專家 有的時候就是去查論文 什麼的 所以我們的企劃團隊很完整 你們有一個就是 research的team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們甚至像 我們在做一些比較敏感 這種心理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是跟 就是心理師有一些合作 有固定的 對 不一定是固定 看每個議題 大家都有認知的 但反正我們覺得 就是自己不太懂 我們就會去問 像我們曾經做過 例如說水珠相關的一些議題 我們就去問 水珠的專家這樣子 我們就直接去問 所以最早 圖文不符是由你一個人開始的嗎 不算 我跟我的另外一個夥伴 我們就一起 還沒有拆火 沒有沒有 到現在還 也是多餘的殘忍 今年都要問這個問題 沒有沒有 都是我 我才說那個多餘的 我就一直被花佩邊疆去做事情 你說一開始是你們兩個人創立 對 然後我是設計 他是企劃 跟算比較內控型的 他是一個天才 然後他就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因為一個組織遇到 然後認識 然後就說這個東西好像很好玩 我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後來認識的朋友 對 我在來台北的時候 跑一個組織才認識的 那時候有一個組織叫Info Twitter 就是很希望說 把這種資訊化為行動的那種 開始做一些 很初期的這種懶人包的行動 然後我們就認識 我們說這個東西 做社會議題可能也不錯 然後我們就一起跑出來做了這樣子 我知道 那種初期 我記得在 其實跟學運也是有關係嗎 對 學運之後的那一年 對 學運之後有很 像凌晨也是 他最早的時候 對 凌晨也算是 你們的競品 不會 不會 大家都好朋友 這市場很大 我們不競爭 其實他當時就很偏歷史 對 他們那時候台湾爸 一開始當時歷史起家 然後我們就跟 凌晨 因為我們跟台湾爸也很好 台湾做資訊設計 就那幾件 那幾個 你說這個叫資訊設計 對 我們在做的就是那種 專注在資訊有效率的傳遞上這樣子 這叫資訊設計 對 所以你不會說你是一般的設計公司 對 我們比 就是相對於整件事情的美感 我們更重視就資訊 我們被好好的溝通 或是用什麼方式被溝通 所以我們就有個獨立的東西 叫資訊設計跑出來這樣子 這是你們 不是你們發明的 不是我們發明 大概三四十年前就有了 例如說 我舉個例好了 像是設計的話 你可能會想到 例如說是聶泳針的海報 像這樣子可能是設計物 一般而言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去看這個 IKEA說明書 LEGO說明書 鋼彈說明書 他是不是就已經在想說 你如果不會這個語言 你要怎麼組起來 不會語言還是看得懂 所以他去強化這個資訊傳遞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 我們就有另外一個稱呼叫做資訊設計 就是傳達資訊為主要目的 對 然後這就是你 那你為什麼當初做這個之後 後來有辦法盈利 這個我聽到這裡 我找不到任何可以盈利的點 不會 還是有很多事情很複雜 而且基本上 人在處理 我們講行銷好了 行銷賺那麼多錢 他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把一個資訊告訴別人 然後叫你去產生一個行動 去買 或者是你去投票給他之類的 所以這件事情 資訊共通本來就有價 那只是你要找到一個好的方式 那那個時候 我們剛好是遇到這個社群行銷 社群年代的興起 所以其實過去設計其實都很辛苦 你知道前面廣告業的顧問 他們可能會吃掉比較多預算 因為他們出腦袋 後面這個媒體 媒體很貴 投放一下很貴 可是社群網站出現之後 這個媒體的投放 突然跟我們這個設計 如果可以合在一起 這個怪奇事務所 成本降很低 對啊 你找他 你一定不是為了那張圖 你是為了那張圖 以及他後面這個社群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就把媒體的預算 開始吃了一點點 我們就多了那個buffer 之後開始活下來 所以它是一個產業鏈的改變 所以其實是我們這個時代 很正常會遇到的事情 沒錯 那聽起來是一個 十分活在夾縫之中的 對對對 就真的是靠著這個時代的轉變 典範的轉移 我們才活下來的 所以所有自媒體生態 其實都是從這邊開始的 因為傳播成本降低 對 因為應該說後面的這個媒體的預算 開始可以製作的製作端 也可以拿到了 所以今天怪奇事務所 如果他今天沒有這個媒體 他是不是其實就是一個畫畫的一個人 對 那你在網路上面 你如果只是接一張畫 其實很低 沒有什麼預算給你 因為最關鍵是 你能夠處理到多少人 對 我們只是找到一個畫 讓你這個畫可以給更多人看到 更多人瘋傳 所以當你有了這個社群問題 跑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媒體的預算 就開始被刮分 刮到 所以你也算是自然而然的 就從事這個產業 而不是說你一開始想說 這個以後可能可以賺到不少錢 所以我才這樣子做 這倒沒有 一開始就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會賺錢 這個東西看起來像要賺錢 沒有賺錢很重要 尤其在初期 因為創業就是很辛苦 很脆弱 所以你不賺錢 你沒有辦法給公司夥伴 更好的待遇 然後你留不住人 人就會自然走 就不好玩 所以你一定要賺錢 所以你一開始就有達成這個目的 我們一開始就是很努力的 在想各種方法賺錢 然後發現說設計這個真的很慘 然後趕快找別的方法賺 對 設計真的很辛苦 就是我們在設計打滾那麼久 就知道說 設計這個產業的基本面很不健康 真的這樣講 你說業主或是世人 如果看待設計師這件事 本身就不健康了 對 然後它的商業模式也不健康 就是我們就一直在拿專案 然後換錢 就一個時間換錢 那你做到最大最大案子 最好的國家級案子 他就跟你講說 那個這個我們會有很多曝光 你那個規就是預算砍一點點 然後你就要接 就很像是那個什麼 給年輕人一個表現的機會 你還是要接 你還是需要接 可是那個東西的一虧 可能就直接把你很多事情都虧掉 尤其設計一開始 你的淨利率大概就是15% 20% 然後你可能了不起 你突然遇到一個過年 過年的時候 那個行銷案子都還在盤 也不會發給你 對 然後你就真空兩個月 你一整年的利潤就不見了 對 所以我們就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就開始很努力的要轉型 轉型 那轉型到現在 圖倫不符可以養幾個人 現在我們公司 大概總共有大概40 50人左右 40 50人 超多的 40 50個 40 50個超多的 對對對 就是都是年輕人 所以我覺得團隊蠻厲害的 那你說都是年輕人 我以為要很接 所以很便宜 沒有啦 沒有 我們給的薪水是還不錯的薪水 還不錯 我們基本上都有一個4萬以上 其實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好處 第一呢 因為如果你是個有名的人的話 你很容易被檢驗 對啊 所以你自然的 其實你已經被 我們已經被群眾監督了 對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 今天志祺想要熬他員工都不敢熬 因為他只要有一個員工 兩秒就被抗了 對啊 就是我覺得這是好事 40 50個人 就破口超多 對啊 所以你只要制度 因為有些是 你一兩次可以說是制度的漏洞 那還好 可是有些人是心之又年 對啊 我們都盡力啦 我覺得 在你當老闆 你真的會看到很多 很難 一般員工很難看到的事情 但我們就是盡力 我們就一直告訴大家說 我們會盡力讓大家變得越來越好 然後我們也給你大家 很基礎是好的待遇 這樣子一路上 可是你剛才聽來 你的薪水不錯 還不錯 我覺得我們在 企劃跟平面設計 應該算是給的還不錯 插畫 這幾個都是很高的 可是養 這樣子你們應該有 不只面向大眾的東西吧 有 我們有很多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的生意在做 沒有啦 不是直接黑的 沒有我們有一塊 很特別的是線上課程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資訊設計 它在加強資訊傳遞的效率 那其實有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資訊 加速它內化過程就會變知識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 算是我們可以做線上課程 產品 所以我們像是幫阿滴開他的YouTube課程 或是我們自己有資訊設計課程 什麼社群的課程 這些東西就有點像是 我們就做好了一個東西擺著 然後他就一直賣 對 所以我現在的學生數應該有四五萬人 那這些東西都是實際 他們要花錢去購買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撐起了整間公司這樣子 然後你就持續的提供課程 對 我們每年都會做 大概四到六款課程 然後就專門找一些 比較厲害的大大 他們一起來做這樣子 所以你已經跟 比如說台灣這個社會證明了 其實你們這條路是行得通的 對 然後我也很希望 就是更多人一起來 所以我們常常會 像我們之前也會辦獎座 就告訴他說 線上課程是怎麼賺錢的 大家可以一起進來 那其實這件事情 是真的可以幫助很多設計師 因為它有點像是 你知道藍賺那些人 最愛講的那種被動收入 你知道嗎 就是被動收入 對 算是要起來就看 昨天又賣出了幾個 昨天又賣出了幾個 而且實際上 這個社會也有這個需求 對啊 就是買線上課程 我覺得到未來可能會跟 買書啊 買DVD 是一樣的行為 因為你有可能會 重複觀看對不對 對啊 我們就放在網路上面 你今天有一個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就過來看一下 而且我們找的很多人 都是業界最頂尖的那群人 其實業界最頂尖的人 他們就很忙 例如說你去找傑哥 傑哥今天他要做一個社群的東西 他其實報幹嘛 他根本不可能做一個課程 也不可能去大學教課 所以產學落差 就從這邊看越來越大 那我們其實在做這件事情 我就說 我今天可以用訪談 我可以幫你寫主制稿 我可以幫你把後面製作 全部做掉 你只要出訪談的時間 他們都覺得 這個也幫到社會 也可以賺到錢 那核樂不為 所以我們甚至做什麼 設計的結案學 因為我們發現說 每個設計師出來都很辛苦 大家都不知道 怎麼賺設計的錢 那我們有一些經驗 我們就告訴大家 你就把它變成課程 對 你只要願意花這個錢 願意花時間聽 你其實真的是可以避過很多的 那種什麼 很多坑 我覺得這樣子 你從剛才到現在 聽起來都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你知道這種人很不可愛嗎 你要不要展現一些你可愛的音樂 有可愛的音樂 什麼阿宅嗎 對 這一種的比如說 我覺得你講得很精確 就是這個東西 真的會很討人厭 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放在開頭 就是我們先把它講完 以免等一下講了 就是整個痛要換掉 我們先把最硬的 先把最硬的講掉 先把最硬的講掉 因為我 大家到現在都已經離開了 沒有聽到這個 他們現在台中聽到想說 幹這是誰 很chill是不是 不是想說交流道怎麼還沒下 真的 還有20公里 卡在新竹八開 可是我覺得 這一件事雖然有時候 大家聽起來會覺得無聊 但是如果我幫志祺做了結論的話 就是大部分的產業 其實他都有盈利之道 可是像志祺的做法就是 他一直去想 對 新的方法 你一定是想要 除了賺更多錢之外 你一定也想要讓 你的同事有更好的待遇 你才有辦法 推升出這些課程 就是你才會想到這一步 你要有這個動力 而且我就覺得 我們團隊大家都很厲害 然後他們也很棒 然後你就想要把這群人 好好的留下來 然後他們未來這群人 全部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又可以做出一些 很棒的事情 那你就必須要自己 就是那個 人家說 要怎樣才會認真工作 就背房貸 對 就背房貸 背房貸不夠的時候 養員工 養員工 像之前遇到 從那個 遇到呱吉 迪拉 他們都說 什麼買車 買錶 買房子 那多小時 開公司養員工就知道了 真的 而且是一個無法回頭 你車子還可以賣掉 房子還可以賣掉 對 員工隨便請走 對 不行 因為其實台灣的法律很嚴格 對 你是很難 輕易可以請員工離開的 基本上不行 對不對 就是要花滿長的時間 才能夠無痛的離開 只能這樣講 你當然是可以 就請別人離開 但你要付相對高的這種資金 對 好 好 先不要講這些 很累 很累 不要講這些痛苦的事情 所以你那時候一做YouTube 就算是紅的嗎 沒有 我們一開始都很爛 被大家罵 一開始一個月都這樣 一萬一萬慢慢漲了 我問你 你一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大家知道你是誰嗎 不知道 YouTube的環境很大 所以大家不知道我是誰 可是只有一點點 可能從我們圖文不符過去的人 大概知道說 這個人以前在做一點設計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就大概知道 你 因為你也不是去跟人家說 我是那個圖文不符的老闆 來叫他們賺錢 不知道圖文不符是誰 莫名其妙 其實你就是用一個志祺七七的名號 所以你完全不是爆紅型的 不是 我們第一年10萬 第二年成長30萬 我們就是走穩定的路線 因為對我來講 我覺得穩定比較重要 爆紅很可怕 你現在多少 我們現在大概快70 60 67萬左右 所以就是慢慢隨著你 每天一直丟東西出來 然後你就每天增加一點點 增加一點點 每天很可怕 他是日更的 日更很可怕 就很累 所以要有個堅強的團隊 我真的是讀稿機 我都靠團隊在做事情 真的 你 議題 議題誰選的 我們大家會一起選 我當然會看到一些 特別我在意的議題的時候 我就會丟出來說 我們有一個群組 就丟出來說 這個東西我覺得可以做 然後大概怎麼樣 那其他人也會丟 我們每週都會有一個例會 這個例會大家就一起討論 一起決定誰要寫什麼 然後可以寫什麼方向 然後就開始寫 那你的議題會被打槍嗎 會啊 我在公司的地位沒有很高 認真 你比較認真 我就是跟大家一模一樣 我在參與這些事情的角色的時候 我就只是一個路人 就你就是一個讀稿記憶 你就是露臉的 我的想法是什麼 那你們覺得不好就是不好 我們甚至有主編 他都有就是否決我的權利 就是一般的編輯 他們也講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無聊 不要寫 沒有人寫我也沒有辦法 那就算了 那你被否決過你覺得最值 就是你覺得很可惜 為什麼這個會被否決 心有不敢 對對對 心有不敢的題材 這種事情可能已經忘記 但很多欸 真的可能每週都會發生 你每週都會被否決 對對對啊 我就會關注一些很阿宅的事情 說這個阿宅 這個現在弄阿宅很大 然後就說 這個有嗎 沒有看到任何的風聲 不要吧 然後就沒了 就沒了 對對對 因為畢竟他們是一個 就是這個公司的團隊 他們還是要追求 那個節目的收視率要好 對啊 收視率還是重要 沒有就是要找大眾向的東西 一定要包含一些 最終還是 嗯 所以我其實很常被否決 這超級常 對 那你有不喜歡講的議題嗎 我不喜歡講 因為你說你是讀稿 其實你總會有情緒 對不對 你還是有一種 啊幹 這議題我不太想碰 會喔 一定會有 其實有的時候 非常非常敏感的東西 我都會覺得在 我們沒有找到 一個好的切入點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碰 因為 那個 我就要盡力這樣講 就是說 一些很敏感的議題 其實很多人 可能在一開始就已經想好說 這個東西的立場是什麼 對 所以他進來看到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 產生一個認知落 你跟我原本想的東西不一樣 那這時候沒有辦法溝通 因為你已經決定好 你立場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任何溝通的 可能性 對 那這種時候 你就是只是做出來 就非常容易被罵 所以要嘛 我們就要找到一個 很有趣的切入點 是 我其實真的可以 講些什麼事情的 對 那我們再做 對 但這種東西 我真的沒有大家那麼想的 那麼好戰 愛戰 我們每次都還是想很久 因為像 他有一個有名的系列 他從那個 小玉愛麗莎莎 到那個Lofi House的正義 他全部都有做 他全部都有做影片 那這件事 一樣 一定有人被罵 一定有人說 你袒護你朋友 因為你跟那個愛麗莎莎 跟Lofi House 他們比較 對啊 我那時候看那個 看那個Lofi House的時候 我心裡 像我那時候不認識你們 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你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沒講 可是你概念全部都講 對啊 我該講的我都還是會講 對 他該講都講 可是我覺得 我老實講 我心裡有一個標籤 我會覺得你怎麼沒罵他 因為我會希望 你喜歡他開罵 對 他已經想要看到那件事 如果你沒有把它放在節目裡面 就會產生問題 其實就算是 他講小玉母乳那個事件 他也沒有罵他 應該是 所以我們一般想的是 我覺得那個就算是 應該是我 因為我不喜歡Lofi House 他們的行為 其實我真的是很不喜歡 所以以我來講 我跟他們不認識 所有在節目上可以罵他們 可是 不管你們有沒有關係 但你的媒體其實一直都是這種調性 但我一開始就會先幫他貼個標籤 沒錯 我就想說 幹啊 你們一定是朋友 所以你包庇他 你包庇他還做這個 你懂嗎 就是我覺得 以一個一般的聽眾 很容易出現這個觀點 可是我剛剛聽他這樣解釋下來 我發現一件事 你們是把自己當媒體在做 是 對 所以你們是把自己當新聞在做 對啊 然後我們不會覺得說 自己的節目是要為了罵人 而產生的一種工具 這不是我們的目標 你先說 因為我的心得是這樣 就是 我覺得現在的所謂網路紅人 網路名人 大家很常的是 因為我們其實自己 就已經有點心得了 我覺得我們在做這個節目 有一點像是 把自己一部分的人生 切出去賣給聽眾 販賣自我 那可是我覺得你的 或是兩個聖這樣子 對 這種的 好厲害 給你 給你 那我覺得你們的節目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對 我們在我的談論我自己這件事情 反而很少 對 因為我覺得 坦白講 我就不是很重要 我甚至我們一開始規劃的時候 我們就是想說 好 我三年後四年後 如果我可以被拿掉 那最好 換主播 對 我可以中間有一個過渡嗎 例如說 我找到一個也不錯的人 他長得比我帥 或他長得比我漂亮 觀眾緣更好 那我們就來過渡一下 兩年後我就不要再了 大家不喜歡我就換掉也沒關係 因為這個做法 這個做法跟現在 就是做網路紅人的差很多 對 沒錯 因為像我剛才編聊的時候 也是發現 所以才會沒有立場 對 我覺得你們是故意不放立場 跟他一樣 不會啦 我們還是有立場 我們每個東西都有討論 像其實是Lofi House 我們不是說個人的立場 哦 個人的立場 對 我們是以團隊的 對 你們不會有個人的立場 沒錯 立場都是討論出來 說我們為什麼要選擇這件事情 有我們自己的論述 我們才會把他講出來 哦 對 像因為我們做 比如台中做節目好了 我的立場會是最重要的 我的立場 他會變成佔比最大 因為他負責剪 對啊 我負責剪 所以我就剪掉 我聽了不舒服 啊 張倫教我壞話 就是被他剪掉 我總的包自己 張倫這裡表現太好了 不能比我紅 對 因為我們是做個人向的節目 對 所以那個心情就會跟你不一樣 沒錯 我覺得可能有時候 以觀眾而言 這也不是特別在幫你講話 有一點也是我自我反省 很像說 我用一個錯誤的心態 去看你的東西 比如說 呱吉是很有個人特色 跟個人情緒的 他跟你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我可能會用 跟聽台通一樣的心情去看 呱吉的直播 可是我用聽台通的心情 看志祺七七就怪怪的 我覺得看志祺七七 那個心態應該要像在看 比如說短傳媒 看一個通識 有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小小的 轉雙腳國際 而且他很明顯 他也沒有要賣個人魅力 對啊 我個人沒有什麼魅力 這我一開始就已經非常明確 你知道我在決定要做YouTube的時候 我應該是破百的 然後 破百 你說體重破百 你現在 我現在大概是77 然後我中間其實最誇張的時候 我曾經兩個月減了24公斤 我那時候就生酮 然後加短食就瘋狂的減 因為我發現說 我拍了第一支影片 就哇 這個東西真的不會有人要看 我自己都不想看 所以我必須說 這我不知道其實肥 但是在行動物上面 你整個人看起來 健康狀況不好的時候 沒有人想要聽你講話 你睡肥不高 看起來精神會不好嗎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哇 這我會浪費我的錢 投資人會生氣 然後我就開始 很認真在開始減肥 然後我就趕快回去 不然你知道你自己在幕前 然後其他團隊那麼辛苦寫的稿 然後因為你一個人就被抹煞 很多人就說 看那個肥仔就很煩 我就覺得說 那我好像應該要趕快再 讓自己變得健康一點 因為我會因為我的外貌 而否決到其他人的 力氣事情不好 因為他不僅僅是攻擊你個人而已 他已經不只是個人身攻擊了 對 所以我就會為了這件事情 要努力一點點 當YouTube壓力好大 其實是蠻大的 他之後我做過我覺得很複雜的生意 坦白說 對這感覺真的非常 因為圖文不符 就是如果你只做資訊設計本身 還沒有那麼複雜 對不對 你要面對的人的樣子就是那樣子 大概老闆就長這個樣子 大概行銷就長這個樣子 可是當你群眾擴大的時候 擺擺樣的人都會跑過來看那些節目 真的 辛苦 但還行 像很多人問我們說 為什麼不把Podcast的音檔 為什麼不放影片 上傳到YouTube 你都要面對留言的洗禮囉 沒錯 因為你當給大家留言的時候 你不可能不看 你看了之後 你不可能假裝不回 對 可是他又要讓我分心 其實老實講 我現在可能做節目都有點來不及了 可是如果我真的要放的話 為了增加流量 我做這件事 對我來說可能划不來 而且我們身邊還有一個 因為這件事搞得很痛苦的前輩 那個邱惠傑 邱惠傑 對啊 因為正常啦 你要讓大家留言 你本來就是要去看大家的反饋 你才能夠修正前輩 可是如果我覺得你還沒到 心有餘力的時候 我覺得先不要做這件事情 我後來都是請別人看 我後來就是 因為他不是罵我嘛 所以我就請另外一個人說 你幫我看 因為我覺得裡面一定會有一些重要意見 可是你在看這些重要意見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大堆就是很荒謬 然後沒有 就只是來幹你的一些意見 然後我想說 蛤 你看到那些東西 你就會覺得很難過 就啊我今天要被幹 好煩喔 這時候你會很難過 那還不如找一個人來幫我過濾掉 幫你轉譯一下 對 然後有意義的意見跟我說 我就好 那我知道我要怎麼修 然後就往下 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你心情不好 你心情最不好的時候 是因為被攻擊哪些事情 被攻擊哪些 印象最深刻的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我覺得歡樂無法長 那個時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很多的人跑出來說 我們就是要來弄選票 弄什麼東西 但我就想說 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規劃 你如果他們更認真的 去看那幾件事情的時程的話 他就會知道 這件事根本不可能來得及 所以我們根本不可能達成 他們嘴中認為 我們要做那個目標 我會覺得這很荒謬 你今天貼一個目標在我身上 然後之後 用你想像那個樣子 一直罵 然後最後受傷的是我 就是到底在為什麼 對 不過在那個狀態 我也是知道說 我們那群人真的 可能有足夠大影響力 去嚇到那些人 你那時候是跟 瓜吉跟 還有四網膜 還有你們三個 主要是我們三個 就一起 其實就是想說 我們透過一個方式 來教育大家一些 有趣的內容 有沒有可能成功 然後就試了 原本是這樣想的 事先我們也有跟 就是一些 比較重要的一些人 都先講好說 我們會開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 反正你們就自己知道 我們只要來玩的 我們只要來開玩笑的 然後酒杯罵老寶 然後我當然覺得 那件事情操作本身 有很多的瑕疵 有更多值得進步 可是也不該是 用這個方式來罵 那你們就現在都要少做 你就少做一件事 現在反串後面 括號要寫反串 好 你後面 你後面要括號反串 忘記了 現在必須要這麼直白 因為現在很多人 可能不太會用網路吧 你反串看不出來 或是反串來反進去 大家看不懂 因為反串有時候是一種文化抵抵 他們本來就不是你這文化 你們看其實蠻高的 他們從別的地方流過來 他們看到就生氣 因為那時候看 我記得我是看你們第一個宣傳影片 那我的感覺是 你再衝到小無聊 就到這裡就沒了 你還沒有想到是反串 沒有 我覺得這是應該 我知道那反串很明顯 誰會把YouTube那邊 對 誰會從過來 可是我覺得一個相對於理性一點點的觀眾 可能跟我一樣 你不喜歡就不要看 就像我有時候覺得 某些脫口秀不好笑 你就不要看 可是我剛剛沒有準備好東西 有時候會生氣 我想說生氣就算了 我不會特別留言去罵人 所以有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要特別留言去罵人家 這件事情 在刀劍神域的時候 深刻的感覺到 為什麼我要留言罵 刀劍神域 為什麼 刀劍神域最終記 就是他媽超難看 有夠難看 我每次就追更 我就週 禮拜三禮拜六 就是我看動畫的時間 然後到現在也是 對到現在也是 你說那個Alice Lysation 對對對 的最終記 然後我看的時候 我就想哇真的好難看 每次看完呢 我就會發一篇文來罵他 然後來聽吐他 然後我就在劇中感受到 你來當酸民就是這個樣子 還蠻爽的 還蠻爽的 我後來就覺得 被別人罵 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可以 為什麼我值得賺那麼多錢 就是我可以給你罵 OK啦還行 可是 我有一個超脫的 頭戲 我知道 因為當你真的有當過hater 罵人家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才會有同理心 這也是同理心 對 這也是同理心 同人我可以 我大概懂你在想什麼 每天都被罵 沒有 所以我現在先試著 開始去給一些人一顆心 顧問評論 講一下 來試試看 完了完了 你就送贏了 先辦一個匿名帳號 對對對 不要 不要用VPN 因為像 我覺得我在那個操作網路 就是那個社群媒體上面 我只會做很簡單的事情 OK 比如說我喜歡這個影片 我就按like 因為按like 它不然存起來 對 我是一個連 dislike 都不會按的人 哦 因為我想說 有什麼好按 dislike 就是我沒有按like 我以後幾乎就不會看到了 嗯 按 dislike 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其實我是那種類型的人 啊比如說我看到 網路上有人講話 幹亂七八糟的 嗯 我連在下面按個怒啊 發個言都不會 哦 是從很久以前就是這樣子 但我心裡 欸 可是我心裡是討厭的啊 我心裡很討厭 但我覺得我好像其實 就是跟你 跟你差不多 我基本上看到我討厭的 我就是 就是放著 或者是我可能會按個愛心 就是讓你 哦我看到了 就啊謝謝你 啊 我會跟朋友講啦 我可能看到一個 我很氣的新聞 早上我就跟他們講 對 早上說 我幹你啊你知道那個垃圾 哈哈哈哈 然後就 對很兇 講一講 心情就舒緩了 嗯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 我那時候的情緒 可能能夠在現實生活 就紓解掉了 所以我就不用在網路上真的去 哦這有可能哦 我覺得這可能是 我覺得是門檻沒有到而已 啊 什麼意思 沒有那麼氣 對啊 你沒有那麼氣 要到按 dislike 要到幹嘛 要去留言開噴 那個其實有一個門檻 哦對 就像你剛才說 然後你看到刀劍神域最後一季 你才那麼氣 真的 前面他也很爛 我都沒有講什麼 哎 哎 我敢講就是 因為你看我一進來就看到 摩偶啊 然後什麼 什麼海獸之子啊 對 你就知道這些人有在看漫畫的 這邊有在看漫畫 幹在那邊亂嘴 到第三季我就棄坑了 哦真的是 可以啦 可以 你的人生多了蠻多時間 哈哈哈哈 睿智 對我們之前一直在那個 睿智的家人 那個叫什麼 推廣一個觀念 勇於棄坑 不要害怕那些空虛的損失 對 你去看下去你損失更多 你這句話講超好 你再講一次 不要害怕什麼 空虛的損失 我跟你講 人呢都是很害怕損失的 我們都會為了一些 就是其實你根本沒有拿到東西 在那邊想說 啊我會不會 之後再看下去 就少看到什麼呢 對 對 沒錯 你就面對這個東西 沒錯 我覺得這個 從來不會有好不好 你也得不到東西 對啊 我跟妳講一個 我們台通廳之後知道的事情 我有一個怪癖 我很多東西都沒有看到結局 就是我很能夠 我不知道 我現在沒有差的那種感覺 對 我可能可以理解它 你知道日本有研究 這個東西 這個心情有一個名詞 你說我這種人 對對對 比如說玩遊戲也不看結局 有那個動畫也不看結局 書也不看結局 就是什麼到結局前就停下來 好像叫溫存 溫存 對 因為對你來說 這件事就還沒結束 對 我那時候在節目也是這樣子講 就是如果你看到結局 就是沒了 對對對 我很多 因為我大學 我是大學發現的 我大學很多日劇都看到第九集 因為日劇通常都十到十二 十到十二之間 然後大概八九集的時候 我就開始 收了 收尾 對 就沒看了 我其實很多 就是沒有足夠好看 到讓我想要知道 最後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大概都是這個 對 就留著吧 就留著 可是我覺得很讚 我 我覺得那句話很好 那句失敗了 算是一個新的觀念 對 因為有人真的會 我覺得有時候自己也會 我會害怕說 像我是愛玩的人 有時候 我記得小時候會有那種 朋友出去玩 你沒去 就覺得卡卡的 一千 我們家不太能請假 上課 上課不太能請假 那二來呢 我自己很不喜歡請假 因為你有時候請假 因為 那個學校都其實很緊密的社群 對 所以你有一天沒去 突破什麼 剛才感覺整個世界是不一樣的 你的世界被切斷了一個 我從小就很怕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有 怕成這樣 我有點害怕 就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請假 我不會有一點點不舒服 比如說我就是那種 有一點點不舒服 鄉下 爸媽也希望你去上課 我也去 我就是正常上課 就這樣子 所以我不會 因為我一點點不舒服 就要請假 因為我害怕那個東西 你的原因是因為 害怕跟世界脫節 跟朋友脫節 我覺得以前 而且我覺得很年 資訊恐慌 某種程度的資訊恐慌 而且年幼的時候 可能你正在建立關係 比如說現在比較不會 你現在不會一天不去上班 你覺得很恐怖 這樣還好 你不會一天沒進辦公室 想說 同事是不是越來越不喜歡我了 不會 不會張志祥 對小時候來說 這種事情很容易放大 你說只要有一點點事情 你那時候世界就是30個人 對 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 對對對 就會很慌 講像小時候 你小時候在新竹長大 對 我是新竹人 對 你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自我介紹你的那個經歷 你在新竹長大到什麼時候 我是新竹讀到高中 然後後來我是去讀成大 所以我在台南在那邊待了4年 然後新竹之後就正常的當兵 然後來到台北當兵 我那時候是空軍儀隊 然後當當當之後就很正常的莫名其妙 在軍營裡面做了設計 然後就開始設計好像可以活 然後就開始做設計 你做設計的起點是在軍營 這個真的超白癡的 那時候 所以你原本不是念設計的 不是 我是念都市計畫的 大概會有點設計 但是也沒有到很懂這樣子 對 因為你的設計跟那個設計是不一樣的 不要再規劃 都要在算統計 什麼維基公司 對 那時候是 因為我們是空軍儀隊 所以我們要做 那年剛好想要做一個什麼 樂儀隊體驗營 就是讓那些什麼 一般的學生儀隊 來體驗一下 空軍儀隊多操 多累 給他們拿真的槍 那超重的 然後他們就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說 我需要畫海報 要做什麼帽T 然後做什麼 這種 紀念品 各種各種紀念品 然後他就說 這需要一個這種設計學院的人 當過美軒的 然後就看資料 因為那時候我監證戰 就看了他看 然後就只有我一個 是你要挑人 對 然後那個就只有你 沒有 副連長跑來找我 然後說要挑 然後我說這個只有我 可是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會 我就說我也很緊張 我想說 這樣我真的可以嗎 然後不然想說 沒有關係 我們國軍都是一條龍作業的 你就是那條龍 然後我就開始揍 然後我說 什麼 一條龍作業 國軍都是人才 然後我就開始揍 我就真的就慢慢做 什麼都不會 在那邊亂拉 反正最後還做出一個 看起來還不錯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國軍從來沒有 過這麼漂亮的海報 就貼到國防部發言人網 在什麼半年內 就按讚最高 然後他就超爽 他說過要援檔 然後把他發到他臉書上 結果莫名其妙 這個台灣創意識的一種人 跟WHOTEL的人 剛好認識我副連長 他說 國軍怎麼可能有 這麼好看的海報 我們要抵什麼國軍的意思 但他就是這樣講 就有點像是被別人看見了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好像不錯 剛好有個很趕的案子 問我說要不要接 所以我就在 當兵 最後的時候 當兵的時候 做案子 對 超白色 我那時候真的是 禮拜天的晚上交稿 然後他就要等我 等等等等 然後到禮拜五之後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能帶手機 所以禮拜五有時候出來 再看一下說 要改什麼 然後我再繼續改 然後之後再改完之後再給他 然後就這樣來回 他竟然願意這樣做案子 超扯 然後我就開始了我的設計生涯 然後就做一個 做兩個 做三個 他就問我說 常常奇 我一直開老報單給你很煩 你會不會開一家公司 然後我就說 要怎麼開公司 他就貼中小企業處的網站給我 我就這樣開 我就說 喔好 然後我就按著申請 然後我就開公司了 所以你是先有這個設計 才後來遇到你們 另外一個合夥人 出現的資訊設計這件事情 對 我才開始遇到 因為其實那時候做設計 其實你就是做出了一些海報 做什麼東西 但你其實做很爛 你知道嗎 我就很爛 我沒有這個天分 等一下 那你被大家說做得很好的時候 你沒有覺得 幹我怎麼可能 我該不會就是那一條龍吧 我沒有所有人都知道 不會 我只覺得就是 這真的可行嗎 不太行吧 然後那時候最有名 就像聶永禎 方旭忠 就想想看 哇 我大概十輩子 我都可能追不上這些人 對 你離他們太遠了 然後我也沒有真的 那麼愛做設計 所以我就在那個很 就是有點 你知道彷徨的狀態下面 就開始去找新的戰場 想說我總要找到一個 我自己做的還不錯的事吧 因為公司都開了 對啊 然後我就發現 是不是不錯 然後剛好 因為我之前讀讀計畫 本來就要處理很多簡報 然後很複雜的事情 變簡化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就 那好像還行 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就跟那個夥伴 一出來 我們就再開了一個新的公司 然後大家一起做這樣子 所以你其實 從頭到尾沒有想過 要做設計這件事情 然後我一開始當設計 就當的超爛 然後後來我就 聘了我們公司的 第一個設計師 我就發現說 他做的真的比我好 我趕快去當別的好的 不然就在當榮源 因為你沒有美術笛子 對啊 我沒有啊 所以很多事情 其實你真的要 對那件事情有熱愛 然後呢 你要願意花時間磨嗎 可是我就明顯的不是 所以我就 趕快開始去找新的戰場 就這樣一直找到找 這個好好笑 對 這很好笑 設計公司的老闆 這完全是誤入歧途 這很扯 這是我可能 我們訪問這麼多人 最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歷程 就很莫名其妙 因為這樣子 而且你還是 你現在是靠這個賺錢 而且做蠻好的 對 到現在是看起來 貌似蠻有成就的 你不是一個 駱駝的設計師 因為這件事情 應該會是這樣子 一般的發展 他退委之後 接了三個案子 然後就有人說 張志祺你真的超爛的 然後他就說 他心裡就想 我哪有那麼爛 我還要再拼五年 對對對 我比較看 我對自己比較誠實 就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你會把那種 很小的事情 就放比較大 這個好像不太對 怪怪的 然後就把它放很大 這是一個問題 我要趕快解決 對 對自己 有時候對自己嚴格一點 就想說 幹 因為我一開始拿到那個甜頭的時候 會自滿 對 像我 會爽一下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 剛爆紅的時候 會自滿 然後想說 幹 我們很厲害 很多人喜歡聽我們講話 然後後來我就 心裡會覺得怪怪的 我就開始去看 冒牌者效應 我就開始 那是什麼 等一下你解釋一下 然後我就會去看一些 比如說 日本我喜歡的主持人 台灣我喜歡主持人怎麼做 然後我偏看想說 我那時候很喜歡舉個例子 我最想要達到的境界是跟 像張飛他們一樣 張飛胡瓜他們一樣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諸葛亮 可是諸葛亮他很有戲劇效果 我知道戲劇效果不是我的套路 戲劇效果反而是張教倫的套路 其實戲劇效果不太適合我 那我想要就像 張飛胡瓜他們一樣 就是講著平平淡淡的話 但是你就覺得他講話很有趣 這很厲害 很高的境界 對 可是我 那當然不知道怎麼學 但我後來就想說 那你永遠就是要知道 自己還要努力 這樣就好了 就是我現在只能 我覺得就是真的 重點是你有沒有比昨天進步一點點 或是你比上一個時間 像我自己都會一個月或兩個月 我就會檢視一下我過去的狀態 我就看一下 我好像真的比那時候瘦了一點點 我現在的口條 好像比那時候好一點點 只要你在持續進步 我覺得都是好事 就跟訂閱一樣 我也沒有很追求快速的成長 就是我這個月比上個月多了一萬 還不錯 對那就穩定的走就好了 你剛才講到什麼 帽牌者 帽牌者 就講說有些人很成功 但他會懷疑說 你會沒有自信 就覺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剛好頂到這個位置 不過那個可能又是更後面 就是你們已經真的驗證 就像現在你們已經很驗證 錄了那麼多集 那麼多人要看 你們就是有某種的天分 有某種的機緣 至少對 至少可能有某一種魅力 對 那這時候就不用再懷疑自己 但很多時候在這個時候就覺得 我自己有真的那麼強嗎 這樣子 好 這種是個心理狀態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自我膨脹 倒是對我們自己來說 倒是比較好發現的事情 因為你只要一直接觸各種作品 你是不是我膨脹 你很容易發現 對 除非我今天都不看任何 我什麼Podcast都不聽 然後什麼跟談話有關的節目 像我剛剛有提到說我會看脫口秀 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想說我來看一下 大家怎麼說笑的 真的 在那個地下的人怎麼講的 然後在上面的人怎麼講的 都去看一下 你才知道你還要努力什麼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只要一直不看 你很容易就會覺得 幹我超屌的 真的要拓展自己的眼界 這很重要 然後就一直發現 我好廢 真的要努力 我每天回去看很多東西 我就說我好爛 然後我就開始很努力 在那邊痛定思痛 我跟我太太睡覺的床邊 我有放一本書 那本書已經放三個月了 我一半都沒看完 我每天晚上睡前 然後想說 我們把那個台燈打開 我們把他讀兩頁 因為我覺得 那本書是有用的書 就是可以讓自己更好的那一種 可是我想到 我在睡前要讓自己更好的時候 我就把手機拿出來滑說 最近可能缺一條褲子 也是對自己更好 讓自己好一點 對 可是這個時候就覺得自己很廢 對 因為你很長 就是一兩個小時 沒在睡覺 就做一件事 沒有我跟你講 這種時候我都會覺得 我是在維持內心的健康 在紓壓 在擺掉一些東西 你們這兩個宅系的 最知道什麼叫做維持 這叫做維持心理健康 沒錯 維持心態穩定 所以你剛才說 你每個禮拜三跟六 對 固定要 固定就是看動畫 晚上 為了什麼 維持心態的健康 對 為了讓你下禮拜 能夠背更多人嗎 我真的有一陣子 我心理壓力最大最大 在我創業第二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每天都超累 然後我那時候最期待的 就是每週一的時候 那個勇者賀魯庫的更新 反而一部漫畫 我就說要看 然後你知道 那個東西就知道他結局 結局的時候 他媽就一直發便當 然後一直讓別人很胃痛 他就看完之後 好期待 看 好煩 然後下禮拜會怎麼樣 就是你每個禮拜 很痛苦 最期待的時候 得到最痛苦的東西 對 他那個這部漫畫 也是很奇葩 因為我沒看過 來你講一下 他前面 搞笑番 對 他前面是搞笑番 然後後面超正經 對 而且他其實都想好了 對 是一個厲害的漫畫 所以他是一個長篇漫畫 沒有到超長 十幾吧 十三集 十三集 我記得 然後反正他一開始的故事 是講說什麼 魔王軍在徵召 徵召新的魔王 徵召魔王 對 就有勇者跑過去參加 說就是 我要來 這個內太可惡 我來應徵 我要應徵 對 我要把我現在對人類很生氣 我要把人類撒狂 這樣 OK 對 然後一開始 那個魔王軍的幹部都不相信 然後說幹怎麼可能 你是來亂的吧 然後都弄一些 欸 測試他 對對對 一些很困難的挑戰 這樣 因為他是一個大亂鬥 就是比如說有兩百個人來應徵 要幫你們一起比賽 這樣 OK 對 前面超好笑 很智障 真的很強 然後你到後面你就發現說 他其實前面就已經把整個故事都寫完了 他只是為了那個機制 因為他是一個網路上面的這種 有一種票選的機制 他不要在一開始引起一個巨大話題 大家會想要投票 讓他能夠連載下去 所以他哄了之後 他就畫他想畫 對 很多啊 像迷宮犯也是這個樣子 他現在也在畫他想畫的東西 對 因為我是看到他遇到他妹妹之後了 對 他更早的時候 他還有一個就是鑽短篇的 你就發現說 他現在迷宮犯發生的那個島 就在整個世界地圖的一個小小的一塊 他其實都是這樣 背後已經有一個完整世界觀想的角度 他先拿最可口的給大家 就我先假裝講一個笑話 但其實這一集後面都超嚴肅的 對對對 很厲害 但是你的心靈良識 讓你心靈感 那時候就很不傻 可是還是要看 每週就是要 像我每週就是會看一看漫畫 然後看一個動畫 然後或者是就是 我會打那個寶可夢的卡牌 就是那段時間 我就會完全脫離螢幕 我覺得要有一個 完全脫離螢幕的事情 你的思緒才會比較沉澱 完全脫離螢幕的事情 我舉例好了 其實我之前最喜歡 我最常有靈感的時候 是騎摩托車送便當的時候 有點像送去內湖那一種 你入手了 其實比如說中午往內湖的路 還蠻好騎的 你就邊騎 就邊想 因為你其實沒有特別的事可以做 沒錯 你知道這有一個規則規律 反正有人歸納出來 這是為什麼 不是溫存 對不對 不是 那是另外一件事 OK 就像講說 為什麼 比如說洗澡的時候特別有靈感 大便的時候特別有靈感 等一下 你是不是也想加入他們這種公司 你是要去志祺七七還是怪奇事務所 沒有就夠 兩次他們來的時候 都覺得你又想跳槽 你怪怪 你是不是想找下一個主播 沒錯 趕快換 趕快換 那我也要減肥 不行 你先減肥吧 你 然後他說 因為那個時候 絕對不會有人來打擾你 真的 所以你的心情很穩定 很安定 然後你知道自己可以跟外界隔絕 你可以很專注在自己想要想的事情上 這件事情其實很認真 我是因為這樣子的道理 所以我把我們公司的 就是每一間廁所弄得很乾淨 跟弄得很好看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找公司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特別的要求是 我希望廁所可以自己弄 因為我覺得廁所是員工 在每天上班的當中裡面 唯一一個可以躲起來 一個人 對對對 所以我希望那個地方 是讓大家覺得很安全 然後很舒服 我有朋友真的會把筆電帶進廁所裡 沒有大便 就是在廁所裡面 工作啊 多工作 這個不是我硬要講 我多年前到大學的時候 我第一次來 那時候高中畢業 我念中央大學 所以在中立 我第一次來台北找 在台北念大學的朋友 他讀北教 就剛好這個附近 然後他住林廣 就是住我現在太太住的地方附近 我來就住他那邊 我唯一對那一次的旅程 我可能住兩三天 留下一個印象 就他在廁所裡面 你坐下來大便的時候 他前面有一張那種 可能卡片什麼 貼在牆上 上面寫thinking area 對 然後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就是有一種 對 就是對 你講的太好了 就這個地方 是給你想事情的 其實不是大便的 所以呢 會變成 如果現在有要想事情的話 就不會帶手機進去 嗯 真的 我就會 在那邊放空 抽菸其實有一樣的功能 哦 就對你來說 對啊 因為現在沒有朋友陪你抽菸 對啊 朋友都戒菸了 像我跟河 我們以前都有抽菸 所以我們一起抽 他現在抽菸 變成他獨自的時間 他真的要說 幹 這樣好臭 你 我自己去 不要吵 講到抽菸 你是不是想休息了 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跟你休息一下 等一下 我們下是我們會分上下半段 OK 我們下半段聊一些 他有錄過百零果 有有有 好我們等一下來聊一些臭一點的事情 可以 好 OK 先上 好我們剛才聊了一些討厭的事 現在要聊一些 討厭的事 討厭上半段 我以為你要說 你來的事情很討厭 要拍桌 你也不錄了 不錄了 對啊 我們就跟剛才你們講的 那個那些作品一樣 上半段的內容 都是那種 聽眾會想聽的 下半段聊一些 聽眾不想聽的 真的嗎 我還以為上半段 大家沒有想要聽 先把他們騙進來 對 今天進來 接下來聊一些臭的 好 我其實有一件事情 想跟志祺討論 就是他之前 有一次在他個人的臉書上面 貼一篇文 就是來證明他自己很宅 這個超玩笑 算是嘛 我剛剛講沒有曲線理 沒有 完全沒有 對他貼一長串資歷 算是資歷 對對對 覺得他可能玩過什麼 這是他自己等一下可以介紹 OK 然後我看的時候想說 為什麼你會被誤解這件事情 因為他會貼 表示有人說他假宅 對 所以他拿出時機 來證明自己的假宅 那剛才休息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你就太理性了 大家看不到你那種可愛 臭臭的那一面 因為他 默默在釋放 對 然後我說你要默默的 我說你的前期 對 沒錯 就多問這個東西 打人家臉 但因為他今天一走進門的時候 我們就在討論 到底要不要買那個 尼爾的 尼爾的雕像 雕像 那真的是雕像 真的是雕像 所以我沒有這個感覺 因為你沒有 你沒有長期看他節目 如果長期要黑他的人 他突然講一個動漫 講得好像很懂 人家一定會討厭你 對 因為好像有一種 你就不是這個圈子 你硬要來沾 對 因為他一副他是新聞圈的人 你應該去選美國 美國總統大選才對 對 怎麼會講鬼滅之刃 忠明 應該是從鬼滅之刃 忠明 宣配音這件事 之後被攻擊 沒有 之前其實就偶爾會有人講說 他他們也沒有那麼窄吧 就是幹嘛要做這種東西 來開始展這樣子 偶爾會有人這樣 真的喔 對啊 我覺得都是有一種 覺得自己的那個熟知領域被 你知道侵犯的那種感覺 我知道就跟我們講跟風仔一樣 對啊 因為我覺得以那個死忠讀者來說 或是me 那個fans來說會討厭 想說你有在看動漫嗎 你怎麼跟我們 你真的知道嗎 對 你那時候是提出了 你寫了一篇什麼資歷 來跟大家說你很窄 我寫什麼資歷 其實真的太多了 但反正我 太多 我覺得像那時候六探就跟我講說 這個很窄的部分就是卡牌遊戲 其實卡牌遊戲真的算是 我覺得比較偏indie的一種興趣 對 我很小的時候就在玩魔風 然後跟玩寶可夢 因為那我剛好在美國 所以是 對 美國的表哥就帶我玩 對 反正我小時候也是有抽那種卡 所以我知道 買真正的卡來打卡牌遊戲的人 真的是超窄 對 一來你要花很多金錢 你要真正的 還有時間 小朋友的那個錢是有限的 超累的 那時候預算超低的 對 你幾乎所有的錢都要拿去買牌 你才有一副能夠大的卡 不是強的卡 是一副以前玩遊戲網也是這樣子 你可能花了好幾百塊 你才可以抽到一張 對 堪用 而且那時候我在新竹 新竹的卡牌文化 我沒有像台北那麼盛 就是你都要靠著有些這種 來回新竹的 新竹台北的人來交易 你才拿得到你要牌 寶可夢的那個卡牌 我小時候也玩過 我玩的是那個GBA版 GBC 那個也很好玩 邏輯應該很像 他跟完全一樣 規則差不多 只是現在的寶可夢比 那時候強很多 我小時候是玩那個電玩版的 就蠻喜歡的 可是後來你脫離了 宅就在這裡 他沒有脫離 剛剛這個沉默 對 像你知道嗎 我開始想說 你什麼時候 我怎麼沒在玩呢 正常你交了朋友 你開始對異性有興趣 你開始 什麼 我也是有很多朋友 好不好 你人生有很多好玩的事 可以說 交女朋友之後 就被迫中斷 我覺得第一個是 我這裡都分享的經驗 像以前玩卡牌遊戲 就像我 其實我們駐章話想想 那我們真的要玩遊戲玩卡牌 要嘛就跟幾個朋友玩 要嘛就是你去彰化室 對 就是跟店裡面一些人玩 但是呢 他久了不會變成一個習慣 因為麻煩 對 所以就最常變成什麼 我跟我弟玩 可是我跟我弟 我們玩競技行遊戲 我還可以打遊戲機 對啊 我玩GameCube 更多的聲光效果更好的 對對對 因為我要想說 GameCube真的很好玩 我不怪你 GameCube真的很好玩 GameCube真的超好玩 GameCube是我現在覺得 最好玩的遊戲主機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他的技術太厲害了 而且他手把設計 他手把設計超好的 而且GameCube做最天才一款遊戲 就是匹克敏 是一個很冷門的遊戲 最近有發三 你很懂 對 你很懂 天才 天才製作 那你那個Switch 你有買那個GC的把手來用嗎 沒有 可以買一下 可以買 因為GameCube的手把 真的做超好的 拿來打大亂鬥 對 我們家有十字 他那一顆 他有一顆黃色那一顆 很好用 黃色那一顆可以拿來重擊 對 一推就是重擊 反正那一個 他整個手把做超好 回饋也很好 還很耐用 哦 還很耐用 我們玩了好幾年 我只換過一次 我只換過一次手把 好了 講拜託 我以前比較窄 因為我以前就是 我很喜歡跟我第一期打電動 然後我們就一起玩 那 逐漸的我就脫離那個生活了 哈哈哈哈 那顯而易見 我剛才只要 我本來只要虧你說 你沒脫離 結果我被你拉進去 你完蛋了 哈哈 我沒有被拉進去 過來過來 我現在可是一個有太太 在不在啊 我是一個有太太 都在 那牌都還在 都還在 跟你講 你現在把他拿出來 那個時候 我猜 因為我們差在差五歲 那時候的黑魔刀 那時候千百龍 都有 都還在 都還在 因為他們最近日本在狂壽這些牌 他現在超級無敵貴 對啊 都還在 你把他找出來 應該 應該好像是在 在這一間房子裡面 真的假的 可以找一下 對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會認真貴 一個小小的卡冊而已 就是很像那個名片本 對 我們那時候 因為你會有很多廢卡 廢卡都丟了 可是你好卡會一直留著 那如果保存好 他真的認真貴 對啊 那時候我的什麼黑魔刀女 還那種一百塊 一百五就有的東西 現在都超級貴 現在都應該有兩萬五日幣 不會太多 沒有 你想光是時間就二十年 對 光是時間就二十年 而且那個時候 沒有收藏卡片的文化 還沒有把它保存好的文化 以前有一張卡超屌的 你會再講 真的是興奮進來 以前最強有一張卡 是那個人造機器人 人造人間 他一下場的那個效果 是破壞所有的陷阱卡 幹超屌 沒有人沒有那一張 阿鬼嗎 大家都會放 那一張的時候 以前就貴了啦 四百到八百 我猜 是以前四百到八百 不是我說放 嗯 放的時候 還是 沒有很簡單 你說他的成本 對啊他很簡單 一個技瓶還兩個技瓶而已 對對對 是一個超強的卡 那時候 那我記得就 我就玩到那個前後 我可能 人造機器人在往後個兩三代之後 我就沒換了 那還算是蠻早期的 對 很早期 那你那時候的卡 真的到現在都會超貴 認真貴 大 沒有啦 那個還是先收起來 對 走投烏路的時候再拿出來 對 沒有啦 再等 再等 對 明天你被炎上 再檢查那個 為什麼我明天會被炎上 他才被炎上 我比較容易 我比較容易 他沒事在跟人家講什麼牛肉麵 他才炎上 我到時候我就跑來偷你這邊 就跑來 對對對 你倒是不下去了 你現在就要叫他先拿出來給你看看 我跟你說 你上完節目 我們大概下禮拜上 你這兩週不要被炎上 好不好 我會乖一點 你乖一點 你這個 你大概一個月後被炎上 我比較沒差 因為到時候人家來Facebook罵 我已經看不到 對對對 已經被刷掉 居然仿志祺這種人 完了 你可能會很長期 一直被遇到 誰 仿邱惟姐 所以常常這樣 居然仿這種人 以後不聽台東的 我想說 媽媽這樣 好啦 我就講 為什麼你沒有脫離 那個宅的生活 為什麼沒有脫離 因為 其實我中間有脫離過一陣子 因為 我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國中開始 真的很認真的 就是看各式各樣的東西 然後再馬上 那個吳宗憲的良公春日 事情就發生了 所以我就不太敢跟別人講說 我其實很宅啊 那些東西 吳宗憲的良公春日 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覺得反正 吳宗憲那時候有個綜藝節目 然後他們其實不太懂得 良公春日 這部作品是在幹嘛 他們良公春日 其實是那時候一個 非常非常強大的一個動畫作品 對 應該是說 他算是 讓台灣人知道什麼叫 輕小說 對 第一部作品 幾乎是從那裡開始的 可能前面有點 奇諾之旅之類 但那個時候都沒有 真的就是爆紅起來 良公春日真的爆紅 而且那真的 也是我第一次看輕小說 我就是看良公春日 對 然後那時候良公春日 因為畢竟 它是有很多美少女的形象在 所以呢 他們就在節目上面 就是討論了這個東西 然後用比較負面的方法去討論它 所以大家就開始貼說 你這個宅男就是怎麼樣啊 是宅男什麼 他鼓這個詞 開始進來 那時候電車男這部日劇的劇場版 開始進到台灣 三田孝子 對對對 好像是吧 我記得是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大家都覺得 宅男就是一個既定的印象 然後小蝙蝠 邋遢 喜歡美少女 噁心啊 犯罪啊 背包會插海包 之類的 背包會插海包是真的嗎 反正就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就讓很多的人開始不太敢講說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這樣的動畫 那我自己實際上 我在那時候的宣傳生活 我有遇到 我就跟別人講說 我很喜歡這些東西 我甚至是帶模型 在包裝組的時候 我就發現 旁邊有人會講說 那個就是展覽 爸他們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覺得 不太舒服 這不是跟我剛才的欣慰一樣嗎 我說剛才講 四葉妹妹那個欣慰 對 我就是無所謂 都會讓人受傷近一輩子 對 真的 我就會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我後來覺得很厚 因為我也很喜歡這些東西 其實你經歷過那個挫折之後 你就不會想要這樣對人 所以我現在對於大家有什麼興趣 我都報紙了 這非常開放的看法 我就說你喜歡 一定是你改變你人生 或者是他曾經拯救過你 有觸動你什麼 對不對 對啊 那就好好去看嘛 人家看什麼怪你屁事 臭殺小 我經驗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國小 很小的時候 這個你可以跟志祺分享一下 對對對 因為這個我們應該是在節目上 對 沒關係 因為我那個時候喜歡美少女戰士 我也有看啊 對 然後那時候是國小啊 國小的人講話又口無遮攔 真的 然後我一個男生喜歡美少女戰士 然後會變身拖光光 對 然後會看過 變身拖光光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這種發言 我那時候也有看啊 我那時候錄影帶都有在看啊 然後會看骷髏無法事 會看夢幻遊戲 喔 骷髏無法真的很好看 這邊有什麼辦法 然後 還有破哈遊戲好好玩 反正就是對啊 在國小就 你沒有到被霸禮啊 並不然我長得還蠻高的 但是的確大家會覺得說 你好像跟一般傳統的小男生 喜歡的興趣不一樣 對對對對對 像那時候我看GTO 人家就會覺得你很酷 欸 那個是不同一樣 還有那個 那個功夫旋風兒 喔 而且最強的那個柔道片 柔道片超好看 那個時候還有那個啦 啊 那個叫什麼啊 九龍珠 喔 九龍珠 叫什麼 陳氏風雲兒啦 金山鋼倉 對 他現在看來是唯一正常的漫畫 就是有一個正常的結構 正常把它完結掉 然後好好結局 當年他也是做得到這件事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在我們 真的在成長過程中 這件事超容易被貼標籤的 真的 所以你就跟主流不一樣 對 但我覺得到現在你就發現說 其實每個人的小時候 都跟這些東西作品 有些牽連 有些關係 所以好像就 其實可以開始講了 我就發現每個人在講 好像也還好 沒有怎麼樣 所以你脫離一陣子而已嗎 我的時候 等一下 你的脫離是 不敢跟人家講 是你失去了這個興趣 我在 我在大學的時候 比較算是脫離 就變得真的比較少看 我可能就是頂多 每周會看一下漫畫的更新 然後動畫什麼的 就沒有在追了 對 但是到了大概出社會的時候 我才開始把他全部開 慢慢的一直全部 退伍之後 對 退伍之後 那時候一個人在台北 紀念無聊 我就會開始看 然後發現其實蠻好看的 就還不錯這樣子 現在技術好棒 這樣子 對對對 像你就沒有脫離過對不對 沒有 你看就剛說國小嘛 我很早就知道 我跟世界是分開的 因為這一種東西 如果越強烈的話 你就是越不想跟社會相處 對對對 這就回到我們最早講 那個社會安全網的概念 哎唷 沒有 那因為我也是有符合 社會價值觀的興趣 比如說我看的東西 我是男生 小男生會看的也看 小女生會看的也看 然後到後面就自然而然變成 比如說我會丟一點東西出來 看你可以接受到什麼程度 對 你沒有辦法接受 我就先不了這樣 後來 我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大部分都在彈吉他 所以就很主流的興趣 然後忙戲上的事務 那些就沒有什麼差別 對 但後來我也是這樣開始測試 你屈服於社會 沒有 彈吉他 告訴你 我先融入社會 再駭客他們 然後開始植入蝗蟲 我就開始發現說 好像大家會想要聽我這影片 就開始講一下蝗蟲 講一下寶可夢 講一下漫畫 好多植入 對對對 就告訴公司人說 我覺得我可以多做這些東西 這個都會很棒 但你一周開會的時候 會被打槍兩次 對對對 他們就說 你這個真的要很愛才可以做 我不能接受你講什麼什麼什麼漫畫 這個我感覺你沒有到很愛 我就好可惡 所以你開公司之後 你還是有盡力在推廣這些事 有啊 那我喜歡的 我甚至 不要啦要推 我曾經你知道 台灣跟日本 查蝗蟲的SEO第一名都是我 真的喔 蝗蟲這兩個字的第一名都是我 第一名第二名 全部都是我 蝗蟲為什麼可以變成 大家都找到你這邊去 因為我就是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默默一收藏 這些蝗蟲的模型 然後後來我甚至算出什麼限定版的時候 我都還特地請朋友在日本買之類的 然後我還會收原話什麼的 就是認真會花錢 在投資這個東西在上面 在蝗蟲上面 對 他不是說真的到多貴多貴 但是你願意花這個錢去買 然後把它當成一個真品這樣留著 而且它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對啊 很長的時間 你是從國小 我大概 國小應該有一點 但那時候沒有留下來 沒錢 對對對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錢 我大概真的開始有預算 還是從大學開始 所以說大學就開始會存一點錢 然後買一兩支 後來當然長大了 比較有預算的時候 就開始買比較大一點點 會留著 到現在還是有 他有出那個透明照嗎 他會不會有一天出了 我覺得有可能 就1比1了嗎 對啊 他最近一直狂出 因為就是你知道 那個年代的人現在都長大 大家都有錢了 沒錯 還敢騙我們 日本人都這樣 他接下來就要出那個透明照 可怕很可怕 我跟你講我一定會中 就很可怕 要買要買 放在床上 睡覺的時候把它蓋起來 好可怕 好安心 這就是我的社會安全網吧 這個可超堅硬的 那你在這段過程中 我們不要說同學或是社會好了 你家人有不支持你這個喜好嗎 我一開始 就是那時候我其實最開始喜歡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一種K-Lolo K-Lolo你知道 就是除了小情況很可愛之外 他有很多美少女 然後我為了就是收集這些K-Lolo的東西 我就開始買一些美少女 然後你知道穿什麼泳裝 然後我爸媽他們就開始想說 姐姐你最近在收集的東西 怎麼好像有點偏了 你跟你爸媽感情是不錯的 是不錯 到現在也是 都是會能夠溝通 對能溝通 是很好的 所以他就說你是不是越偏了 然後就開始越買越多 然後我就說這個Lolo的部分 好像越來越多 你知道極其觀音是一個很愛做 他是在畫H-Mind 所以你知道就會有一些什麼 我那時候會收集極其觀音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還記得有一個 就是美少女 然後她是在成人漫畫的 美少女的封面人物 所以你知道下面就塞一顆跳蛋 然後都 就是我還是買了 然後就這怎麼看起來很Lolo 對啦 隨著你的年齡主意的成長 你對Lolo的尺度也會一直提高 對對對 然後開始越買越大 然後就發現什麼事了呢 好那你們感情不錯 對對對 但有些我也是不敢 就把他打開菜箱給我看 不敢放得太明目這樣 對對對 但他們沒有真的去 不會啦 他們不會 他就覺得說 這反正是你好好有存的錢 那就是你可以用 沒有關係 喔真的喔 欸你 那他爸媽很好 欸 對對對 因為一般爸媽看兒子買個下面有塞跳蛋的GK 可能 那當然塞的很不明顯 但是他就覺得這個好像怪怪的 怪怪的 他 等一下 喔你那個 對 應該會很不明顯 是倒說你怎麼會知道那裡有跳蛋 欸 欸爸 你是不是在眼看的時候 對啊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他們其實也只是怕沒有關心你而已 對啊 對不對 你們家人聽起來的那個態度 所以你沒有在家人 在跟家人的相處上沒有因此受挫 我覺得還好 他們反正就是讓我 他們對我都蠻好的 就讓我說你喜歡什麼你就要好好做 像我那時候其實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吉他社就玩太兇 然後那時候我當了三年的班長 都在帶班機運動 然後做什麼的 就功課很爛 我那時候43名 考41名 平均37玩 到現在還記得 超爛 然後我爸那時候竟然沒有罵我 我爸媽他們就跟我講說 把我叫過來 然後像這樣一個桌子 他就說 欸姐姐 你要不要認真去玩音樂 就是你不要 他想說你很喜歡 對他說你不要做事情半吊子 你要好好玩音樂 你就好好玩音樂 那我們就支持你玩音樂 但是你不要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想一想 我就好像還是想要讀書 因為音樂我應該活不下去了 對 然後就開始了 但是他們對於我的這種發展 是蠻自由的 很好欸 很好 很相信你的判斷 很讚 對對對 他就是你要做 你就是要好好做 就你不要做一半 做一半不好玩 你什麼事情都體驗不到 對 這是 我覺得就是有這種父母 你才能夠 我是蠻謝謝他們的 接下來繼續做設計 真的 因為如果一般人的爸媽 看到小孩子去當兵 做幾張海報就說要做設計 父母肯定是不支持的 真的 十字八則是不會支持的 這個會支持很快 對啊 而且我爸媽 就我們是一個書想史家 從我爺爺那一輩就開始一直讀書 就你們都是讀書人 對 都讀書人 所以他們 我是裡面最奇怪的一個人 就第一個我的 成績不好 對我成績不好 然後第二個跑去做設計 然後跑去拍youtube 這到底在幹嘛 但是他們就是 沒關係 你看起來好像做的也不錯 他們其實不太管我 他們就 你姐姐好像可以活 可以 那還不錯 那就這樣子吧 這樣 我覺得反而這樣蠻好的 對啊 因為像我想像的是 我們上一輩的書相世家 反而會給小孩有更多限制 因為你在社會上很多 比如你PTT看到文章 你報紙看到文章都是那種 爸媽是精英 然後小孩活得很痛苦 這個才是我們常接觸到的 他們希望你走的路都很特定 他們會有這個期待 就是家族的確會給你這個期待 然後你看著你上面這些所謂的榜樣 他們都是出國 然後讀到很好的大學 什麼的 你就覺得我好像要這樣 可是當你沒有辦法做到這樣的時候 你的那個壓力就來了 真的是運氣 很多時候我都覺得 我就是運氣比較好一點 然後做事也還算認真 大概就這樣子 我覺得你做事蠻認真 我覺得你做事很有規劃 很有條理 我都靠團隊 因為就是我一開始其實也是很刷子 就過很任性 然後怎麼樣 後來就發現 我一直在造成我團隊的麻煩 然後我的另外一個伙伴就跟我講說 上上期你必須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才開始 好啊不要造成別麻煩 好啊開始有壓力 因為你剛才有聊到一件事說 所以我們私下一聊的時候 你有說你覺得你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你這句話意思是不是說 你自己是一個沒有什麼能力特別突出的人 也不是說正常 我剛剛應該說平凡的人 比較平凡 平凡的人 對啊 我在例如說你說外貌 你說我的工作能力 我的自高 對 就是一個平凡的狀態 平均 平均指著 我不是什麼特別厲害的人 但是因為我這樣子很平凡 所以我經歷過很多大家平凡的人 大家會有的那些痛苦 對跟那些挫折 所以我才會覺得 這經驗好像有的時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好啦 最後我想像我們還可以補充一下什麼 啊 今天目的是打輸 打輸 幹 靠肥 對啊 我剛才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今天自期來 不算業配 因為我們沒有錢的關係 我只是要利用他這個朋友 所以 條件交換 總之他最近出了一本書 這書名叫什麼 歡迎來到自期七七嗎 沒錯 他很長 歡迎來到自期七七 不搞笑 彈時事 資訊設計 原來很可以 喔好長喔 好累 不搞笑 全部都是資訊設計 全部都是正名 不是副標 不是 我也是 就是 你也是傻眼 就為什麼要這麼長 這是清小說流 對 他上面寫一句話很誘人 他上面寫 誘人 真的誘人 他說人生可以做自己 又賺錢 好像 畢竟我們的出版社是天下 總要做一點這樣子的東西 對 合理 然後其實今天 老實講 我們今天聊 應該聊到蠻多書中的內容 對不對 對 講了很多 因為其實這本書就在記錄我人生當中 遇到一些挫折 然後我挫折的時候 我那時候怎麼想 然後怎麼靠別人幫忙 然後才站起來的 那因為我剛剛前面講說 我就是一個平凡的人 所以這些挫折 其實大家可能都多多少少有經歷過 等一下 很累 那這本書裡面有講到那個 空軍儀隊的故事嗎 有有有 那邊有講到 他把他講的比較完整 因為空軍儀隊那件事情其實很荒謬 所以如果 幹 就是一個 他用一個密技 想解鎖更多的 對 付費解鎖啊 請上滑 刷一個鑽石 不愧是做YouTube的人 哇 不愧是滿口商業金 陰險 我從小就想當商人 但你也真的喜歡做生意 我喜歡 我覺得其實 應該這麼講 資金也好 或者是 在這邊找到大家的需求 幫助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我是喜歡把大家湊起來 然後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開心 對 因為你把大家湊起來 沒有錢是沒有辦法 把他湊起來 對啊 長期而持續的 長期而持續的行動 就是需要錢 就是那個喜歡互通有無這件事情 因為沒有錢 沒有錢的話 就是社團活動而已 真的 他 對他沒辦法 社團活動的能力有限 我覺得也不只是能力有限 我覺得社團活動 比如說因為你沒有回饋 你就是都在燒熱情 之後一天會燒完 一定會真的一定會燒熱情 學生實在結束 社團就結束了 可是工作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不談感情 還是會彈 對 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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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重要 對對對 人情很重要 我覺得 好啦 那你最近有什麼挫折 最近有什麼挫折 我思考一下 哇這個 我覺得政治 好 我覺得可以這樣講 好 我覺得最近的挫折就是 你會開始不知道你為什麼要繼續往下做一些事情 有時候你做了一些努力想要溝通的事 或者是你做了一些 好像越來越看起來像兩面不討好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在想說 我其實也還有一間公司 我其實還有一些別的選擇 為什麼我要繼續這樣子 就你可以躲到幕後 你可以在幕後就好了 你講的是某個專案 對對對 其實它真的複合性的 就是可能有很多很多 因為我們在背後當然會去推動很多的事情 這有點像是之前 例如說我們在做WHO的時候 那時候WHO你就想要抱著一個熱忱 你做一些事情拿出來沒辦法 那當然做不好 你要努力的修 但是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還是會懷疑 就是為什麼我要為了一個風險 你剛剛講 為什麼要為了這個風險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它只是值得我嗎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到最後都是回到 我都會一個人晚上 真的是坐在床上 然後在那邊想 然後想一想 可能我十年後 我還是想要做這件事情 好像還是值得的 那我就再去做 但是每一次每一次 你要跟自己對話 重新振作起來的時間 其實有的時候會變長 我覺得這件事情的挫折是 比較明顯的 然後同時 你發現你身邊的夥伴多了 他們也會受到這個影響 如果你今天就幹我一個頻道 那就算了 可是你很多的時候 就是幹 就是我背後的很多朋友 然後他們的玻璃防護罩 玻璃性的防護罩 還沒有那麼堅強 他比你玻璃多了 畢竟我就每天在那邊 就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就很厚一層 對 但是看到大家很難過的時候 我覺得挫折會比較深 就我為什麼要做一個這樣的事情 然後讓大家那麼做 所謂的不討好的事情 對 讓大家那麼弄 那這件事情真的值得嗎 有時候在不同的時間環境 向你好像真的覺得 其實好像不是特別值得 因為我覺得接觸政治議題的時候 真的很容易出現這件事 我有時候我心裡會想說 其實我只是想跟大家 好好講我的看法而已 為什麼你聽到開頭就要開始罵我 真的 就是這樣 其實有時候你比如說 可能跟家人朋友討論 有些議題他們不喜歡 你知道一題就要生氣 對啊 一題也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真的要吵架 一題的時候 那就會陷入你那種思考 就是那種 那不然就不要講 以後都不要聊 可是這樣真的好嗎 可是這樣又不好對不對 對啊 心有不甘 有些事情就是 還是應該被拿出來討論吧 對 那你就會卡在這個地方 像因為我的性格是 尤其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就更喜歡討論 就是因為不知道才要討論 如果我知道 那 我不懂 講給你聽幹嘛 我幹嘛教你 我很討厭這一個行為 可是我很喜歡一個就是 我以為我準備好了 結果被你打臉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件事情的 其實有一種自信蠻的說 你不知道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沒有更多 其實我蠻喜歡張子的 因為我覺得張子比較 你自己比較會進步 然後你自己不會那種嘴硬 對啊 我覺得都抱著一個開放的學習 就你聽別人怎麼講 其實很多時候都很有收穫 我覺得我人生很多的收穫 都這樣說 什麼不是吧 不過現在有時候看大家在那邊 網路上看大家吵政治議題 在那邊硬傲的時候 也還蠻好笑 也蠻好笑 真的蠻好笑 真的蠻好笑 有時候會看到他們為了硬傲 口不擇言 這個出現在各個黨派 都會啦 這個不是說什麼 你親綠 親白 親黃 親紅 親藍 沒有 所有都有這種人 有的時候大家就可以去想一下說 為什麼他不能說這件事 一定是有一些利益關係的人 或是利益的角度 我講的不是那種 就是錢的利益 而是他負責的面向就是很多 有的時候你就是沒有看到 他不能夠 就是不能夠 就是這樣子 好啦跟大家講一些 今天講了一些這種 寬冕堂皇的話 最後進入到節目的尾聲 我們來請志祺七七 大家都叫你志祺對不對 都叫我志祺 因為七七是你的企劃 對 可是還是很多人會叫我七七 七七是個 可是我覺得這個名字曲很好 因為你的七是 七天都提供七分鐘 沒錯 對嘛 七七是這個意思 就是每天都更新 七分鐘的時事 都會超過 或是小知識 沒有 這是因為你知道 超過可以塞比較多廣告 不要賺錢 十分鐘 一開始十分鐘 我跟你講 現在YouTube改八分鐘 以後我們影片就都八分鐘 YouTube幾分鐘 所以你有一天可能會變成 志祺七八 七三 七八 對 志祺北七 志祺七八 都可以 都可以隨便 對對對 反正錢哪裡來 你就往哪裡去 沒錯 好 你該不會要推一首 跟錢有關的歌吧 就推 換你moneymoneymoney moneymoney 你看超復古 我想想看 最近聽什麼 聽什麼讚的 你有在聽歌嗎 你是個會聽歌的人嗎 我是會聽歌的人 但我最近 我想想看 我最近好像聽比較多 是康斯坦的變化球 所以他們剛好出了新專輯 大家也可以去聽一下 也是一個台灣的團 康斯坦的變化球 對 康斯坦的變化球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他們的第一張專輯的 擱淺的人 我覺得那應該很多人 會蠻有共鳴的 而且很好聽 對 好 OK 擱淺的人 擱淺的人 康斯坦的變化球 擱淺的人 好 我們今天謝謝智希 我也謝謝大家 把節目就到這邊 其他 到時候這個節目 我們也會放在YouTube上面 對 沒錯 大家想要看一下 他們本尊跟拍攝環境的 看你本尊吧 好 我們的聽眾知道 本尊是誰 好啦 那也歡迎那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對 這個可以宣傳 好爽 沒錯 真的 大家喜歡 還要看得起來 下面資訊欄 對 如果有那個 智希聽眾 覺得我們也算是 那個腦袋不錯 所以有點趣味 有點趣味 X科打魂 也歡迎Podcast打開 沒錯 大概在第七 第八個位置 我們會把這個連結 直接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直接去找來聽 好啦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